海涛法师 波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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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尊菩萨 摩赫沙 一心齐寝 护法善神 此地区 土地龙神 加持法会 同享功德 一心顶礼 本寺庙 创办人 喜尘老和尚 光临法会 加持我等 不退菩提 好 请放长 首先感谢我们洪如大和尚 还有我们危险法师 所有法师的慈悲 今天为我们大家办一场殊胜的法会 当然更要感谢天气好不好 诸天护法神 所以能够有一个这么好的天气 让我们心情很好 当然一切都要感谢我们喜尘老和尚 受祭这个地方 两百亩 然后呢 老和尚的慈悲永远在加持这边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 那你就没有烦恼 忘了生病 这边可以让我们亲近佛陀 听闻佛法 亲近法师 所以原来生命可以这么快乐 因为有肉体 当然这个肉体有不方便的地方 但是好好利用这个肉体修行 他想要牺牲法师 老和尚这样 现在自由自在 来去自如 各位来他就来 各位没来他就去极乐世界 要来来去去 所以修行就要如此了 就像台湾有一位老和尚叫 广亲老法师 他要你命中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的是福建话 没来没去没大事 没来没去 本来就不生不灭 所以世间一切都是随缘的 幻化的 最主要是一个愿力 慈悲吧 愿力 所以老和尚大慈大悲 发了这个愿 然后三宝加持 能够有一个这么庄严的地方 那么可以让我们 特别是这一代 下一代 在美国纽约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 念一下 妙诀山 护国寺 慈悲大道场 让我们来这边 妙诀 那就是成佛了 而且成佛目的保护整个世界 保护国家 那我想这是一个悲愿 所以我们大家能够参与这个功德 来护持 来参加法会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素食的姻缘 又有我们红卢法师 带了很多很多的法师 不过刚刚 危险法师还跟我讲 人还是不够 所以各位 那你就干脆搬来这边住吧 因为这边两百亩 给你一亩好了 你好好开发 所以问题是 只要你有心 不可思议 我们不是为自己盖寺庙 我们要为众生 好不好 特别在纽约 这种世界的枢纽 这么好的地方 有一个这么庄严的 让我们能够成就各种修行的道场 有人喜欢念佛 有人喜欢诵经 有人喜欢拜颤 有些人喜欢闭关 都可以 那这样就像一个大的各种类型的道场一样 然后让这些忙忙碌碌的终于可以找到自己 所以念下来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阿弥陀佛天天开始讲 回来吧 不要再流浪了 你跟佛说 还没有我儿子 还没长大呢 所以每个人都有时间的 放不下 执着 那就是生命的痛苦 当然放下不是放弃说 我死了 不是这个意思 修行是在你内心里面放下 所以虽然你身体在生病 那是身体的事情 不是我心里面的事情 那你就 这个叫空性 空性就是身体不是我的 金钱不是我的 家庭也不是我的 所以儿女也不是我的 她有她的因缘 这样就好了 我们利用这个因缘 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就好了 但是不要去执着 所以各位要养成那个习惯 什么叫痛苦 你儿子生病 所以你就觉得你很痛苦 那你就很执着 你就会痛苦 那你的执着的痛苦也帮不了他 反而事情越来越糟糕 儿子生病 那我们带他去找医生 你到了医院才知道说 几百个小孩都会生病 也不是光我儿子 所以到了医院 你要是佛 你要是咒 希望所有医院的小朋友 都能够健康 跟我儿子一样 那你这样放下就 放下你念咒的时候 念佛反而很认真 但是你执着心情不好 反而呢 帮助不了你儿子 而且更伤害他 因为你的念头乱了 很重要 所以各位越是痛苦的地方 越一定要心里很平静 但是只有一个慈悲心去帮助他 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 就像做个不好的比喻好了 有些男人很喜欢赌博打麻将 你要是很在乎输赢 你保证输的 但是你认为说 那个打麻将 哎呀 这个钱是假的 就像一个老板说 输了老板出 赢了你拿回家 那你怎么打赢 因为你放下了 那你很在乎 你就很痛苦 当然佛陀叫我们在乎什么 来 在乎众生 在乎三宝 这样你就超越了 所以我想你儿子生病了 但是你为他点灯 放生 诵经 回向所有小朋友都健康 那你儿子功德更大 这个是佛教的方法 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可以超度他的妈妈呢 因为他妈妈生病 乃至下地狱 但是他为他的妈妈发愿 对不对 我愿度尽六道众生 为我母亲发愿 愿六道众生都成佛 我才成佛 结果他妈妈也没超度了 就这样超度了 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 所以当然各位都很关心 很关心 到底我们往生的父母有没有超度 生病的老人怎么样可以赶快好 所以甚至有今天有几位女菩萨问我说 师父 堕胎胎儿怎么登记 那我想我今天要跟各位谈谈这个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佛教讲慈悲心 菩提心 最主要是来自于对父母的报恩心 如果我们不懂得孝顺父母 然后说我们去孝顺众生 那就骗人了 所以地藏本愿经 要我们从自己的父母孝顺 然后懂得孝顺自己的父母 在了解佛教的轮回 原来念一下 所有众生 接我父母 在轮回的过程里面 好像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有缘 这个叫空性 各位要有这个了解 就像任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 百千万劫的轮回 那所有的世界都在帮助你 因为离开太阳 离开空气 离开水 离开人 离开任何一个住院 我们生命都没办法存在 所以在百千万势的轮回 我们就有百千万亿的爸爸妈妈 乃至医生护士在帮我们忙 那这些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 所以佛教就从这边来 念一下来 知恩 念恩 报恩 我们要知道 所有的生命 都是像我们父母一样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要念的所有众生对我们的恩 那如何让所有众生都离苦得乐 要报恩 那报恩的方法 怎么报恩 来 让众生皆快乐 要有这种慈心的证悟 就是说活得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众生快乐 就像我们做子女的都会讲 我活得就是要让爸爸妈妈快乐 这是天经地义自然的事情 各位要有这种开悟 所谓开悟 悟就是你的本性叫开悟 很自然的 我对爸爸妈妈孝顺 那是我天经地义自然要去做的 一点勉强都不需要 这个叫慈心的证悟 那有这个慈心的证悟 那再来就要生起了悲心的启发 那更要让所有的爸爸妈妈众生 都一点痛苦都没有 各位一定要体悟到众生的痛苦 你爱你的儿女 她一点点感冒你就会心里很痛 这个叫悲心的证悟 悲心的感受 那这一点是我们要去培养的 不然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人很好 对那个人就不好 我看到他就讨厌 那就代表你没有悲心 悲心是你再伤害我对我不好 我都只想到你的苦这样而已 因为没有一个我在被你欺负 各位要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我很会看经 我很会念经 心里很讨厌某一个人 或是不喜欢那些野生动物 或是不喜欢某一件事情都不行 特别各位在我们美国 它是多元民主 我们是华人 这边有福州人 有广东人 对不对 我是台湾人 管他呢 反正通通都是人 都是你要爱的对象 然后呢 不管是华人 美国人 白人 黑人 不分宗教的 那你要练习去爱对方 我发觉纽约有这个好处 人很多 走来走去 一大堆人 所以那你要坐在街上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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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不完 这个叫修行 这个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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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我要你成佛 我爱你成佛 因为我爱你 我要对你报恩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念佛的对象 我讲这个很简单 做得很困难 做得很困难 当你的先生 外面有小生的时候 没有我爱你 那时候我恨你 连那个小生都装来打一顿 更恨你 那时候你叫破宫 那你家里拜佛像 怎么会拜成这个样子 所以后面这一尊弥勒菩萨 他有个特点 来 身平等心 成喜悦像 所以弥勒菩萨对他来说 所有众生都是他心中的父母 跟未来佛教 身平等心 所以我们佛教里面 坚持吃素 也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说 如果我成佛 第一条戒律 就是制定不得吃肉 所以弥勒菩萨成佛的世界 所以弥勒菩萨的世界 人跟动物是平等的在一起 人不会杀动物 动物也不会杀人 大动物也不会吃小动物 所以弥勒菩萨因为这种绝对的平等心 所以他的世界 请问人会不会生病 没有人生病 每个人都活到八万四千岁 然后弥勒菩萨的世界 请问有没有意愿 没有意愿 为什么 因为以这个平等心 来对待所有生命 所以没有人会生病 因为没有人杀生 没有人吃肉 大家都用着很少的贪嗔痴 虽然有还没有正的空性 但是都是很微小的贪嗔痴 但是每天忙的呢 我要去参加 诺一下龙华三会 弥勒菩萨讲法第一会 多少人参加知道吗 96亿个人 现在地球才70亿个人 讲了三次法会 凡是来参加这三次法会的 最后都跟弥勒菩萨一样的平等 诺一下 体正平等空性 身体平等大悲心 各个都变弥勒菩萨一样了 阿弥陀佛希望我们大家都做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都希望我们大家做观音菩萨 所以就像我们出家人 每一个出家人以后 没有个人的性了 通通性一个 释迦牟尼佛的事 对不对 通通理光头 通通穿一样了 你会觉得佛教有这个特别 你有分别 有比较 那就是痛苦 你如何达到整个世界 没有分别 没有比较 那你才有生命真正的快乐 所以各位看到弥勒菩萨 所以弥勒菩萨也说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赶快看他的脸 而且弥勒菩萨又牺牲色相 故意吃的肥肥胖胖的 让你看到他 可不可爱 大家来比胖的 哎呦 这个胖不好看 现在很重身材 但是弥勒菩萨就要弄这样子的 可爱 平等 快乐的相貌 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位 也在缅甸住过的 慈航老法师 慈航菩萨 他就是吃的胖胖的 所以后来他肉身不坏 现在还在台湾 只要给众生快乐 一切都好 这个快乐不是欲望 今天我很有钱 你很穷 那哪有给众生快乐 让众生很自卑 对不对 今天我长得很白 你那么黑 黑的看到你白 他心里也难过 但是弥勒菩萨 他就说 他用这个平等心来修行 希望他将来成佛以后 所有的众生都平等 都和平相处 都在快乐 所以 当然有很多祖师都发愿 来 将来往生 弥勒净土 那就是天上的都帅 第四成天都帅你愿 当然弥勒菩萨最大的功德在于 因地还没有成佛就发这个愿了 我灵河挖我的眼睛 喝我的骨髓 我也不要去吃众生的肉 凡是吃众生的肉 必须会堕落恶道 愿我将来成佛的世界 没有人会杀身吃肉 成为一个快乐平等 没有恐怖的世界 老实说海水里面大鱼吃小鱼 现在在外面 那些大动物吃小动物 老鹰会吃小老鼠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一直在你伤害我 我伤害你竞争 因为有竞争就有斗争 有斗争就有战争 这就是这个社会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师父我们在纽约很忙的 也忙的赚钱 忙东忙西 所以事实上 这些忙啊 有时候是没有那么必要了 所以这个不过是一种 一种私心比较多 但是各位 如果你要有福报啊 就不用忙 没有福报啊 忙了老半天也没钱 有福报的人 脚都会踢到黄金 相不相信 本来就是如此 为什么有人投下来 叫富二代富代 人家上辈子修的啊 就像你长得漂亮 这跟你化不化妆没关系 你上辈子修的嘛 修忍辱多贡花 那就是漂亮啊 你这辈子出生的家庭很有钱 随便去上个班 你就赚很多钱 碰到很好的老板 但是 娶个老婆都迟到有钱的 嫁个老公人家有钱的 那这个叫因缘果报 这也是修来的嘛 所以我不是叫各位不要工作 你要去先修福报 福报修了 那你做什么就顺利 所以佛教里面跟我们讲 这个世间的福报有三种 一定要去修 第一个 感恩的福田 所以我们对父母啊 祖先啊 要感恩啊 要孝顺啊 第二个来 尊敬的福田 我们对佛法生三宝啊 对这些伟大的人呢 我们要尊敬 第三种福田 让你很有福报 来 慈悲的福田 那各位要多去帮助老人啊 穷人啊 所以我们在外面正在做个烟供啊 各位以后不管走到哪里 这么多草 撒一点点米啊 撒一点点给坚果啊 那些无形众生可以吃 有形众生的鸟啊 兔子啊 一些松鼠啊 太多太多了 特别冬天到了 没什么东西吃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发现我去欧洲 美国有些地区也不错 他们会在树下挂着 那个给鸟吃的那个 喂鸟气 对不对 这个很慈悲的 这叫慈悲的福田 所以早上我们供养福啊 哇 大家要做供养 然后呢 今天大家要买这么多食物 来供养三宝 再念一下 尊敬的福田 然后我们又买了很多食物 各位要来拜祖先 也要做布施回向给众生 念一下 感恩的福田 慈悲的福田 八大福田 悲田第一 佛讲说 佛法生三宝 师父父母 这个都是大福田 但是最后一个 八大福田里面 第一福田叫悲田 就是那些可怜的众生 所以我每次来都要教各位 私食 就是希望各位 反正每天在门口 或是在你的后花园 撒一点点蜜啊 放一点水啊 甚至你念佛 当然也要加持自己 更要回向父母主线 更重要的 要念给众生听 所以人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他们不会念佛 我替他们念佛 我念佛的功德 回向给白人 黑人 黄种人 回向给六道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叫悲心念佛 这个也是一种福田 所以念佛 让佛高兴 叫尊敬的福田 念佛愿父母健康 往生者超度 那这个是一个 感恩的福田 念佛的时候 回向六道众生 所有被流产胎儿 乃至现在各位报纸上 看到的 这些车祸战争 往生者 这个叫慈悲的福田 所以你同样念佛 那你用个心不一样 所以功德力就不一样 那希望大家有这个空性 空不是没有 空是你跟万事万物 都连在一起 跟佛连在一起 跟祖先连在一起 跟美国人连在一起 跟众生连在一起 世界上任何地方 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我的责任 都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要来念佛 重点是那个心态 而不是说念佛好 诵经好 持咒好 哪一部经好 哪一部经好 不是那个意思 每一部经 它就希望我们达到这种 归一三宝的心 念一下 归佛的菩提心 归法的空性 归身的平等大悲心 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心 极乐世界的心 为什么极乐 念佛 念法 念身 极乐世界不会念老公 念儿子 念女儿 念股票 念身材 他没有在念这个的 所以它叫极乐世界 那为什么各位很苦呢 师父 什么事 我儿子要考试了 你又苦了 师父 我头很痛 我知道 那很少人说 师父 阿弥陀佛怎么念 那我就很高兴 每一个问的都是世间的苦 所以让我们觉得 好在我出家 没有儿子 没有老婆 没有金钱 那个身体奉献给三宝 病你的 我做我的 他就不病 因为你越在乎他 他越病给你看 了解吗 你用这个身体来拜佛 我做医工 这个身体不找你麻烦 但是无论如何 在健康的身体 都会老的 都会病的 最后都会走的 所以刚刚我们 大和尚带我到楼下 那个地藏殿 我特别去拜喜城长老 哇 里面是纳古塔 各位提早定位吧 你总要来的 所以提早定位 便宜一点 意思是说 人总要想说 我最后就是要死的 对不对 那我这辈子 到底努力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我想我们努力 当然负起家庭的责任 但是不要执着 让父母健康 往生以后去净土 让儿女健康 好好读书 懂得信因果 将来会念佛 请问女儿念佛重要 还是结婚重要 你应该说两个都重要 你不能偏一边 希望她会念佛 念佛就找到好老公 对不对 因为现实生活是如此的 所以如果你不念佛 那你找到好老公也没用 最后也是苦 对不对 如果你不念佛 再有钱 那反而让你造恶业 如果你懂了佛法 那你有金钱 那你就懂了 那我来护持庙觉山 盖世庙 那这样赚钱很有意义 我去帮助老人院 所以我们赚钱的动力 那你要赚钱变成有意义 佛教只是告诉我们 不执着 但是你努力赚钱可以 但是不执着 赚了这个钱 我要来孝顺父母 我要来照顾家庭 如果按照佛经 释迦牟尼佛有规定 假设你有十万块的财产 你最好分成四份 第一份四分之一 那你要拿来照顾家庭 包括父母 儿女 那四分之一拿来投资 投资做生意买股票 随便你 因为你倒了还有四分之三 但是你不能超过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拿来家庭开销 你可以度假买衣服 shopping 那四分之一呢 那你可以存下来 所以意思是说 那四分之一要拿去做贡献 刚刚讲了 对社会贡献也可以 然后四分之一享受 四分之一照顾家庭 等等 那当然佛陀这样讲 都有它绝对的道理 那各位如果 当然怎么样使用金钱 赚钱要有什么心态 这个都是佛经要说的 那我想今天因为时间不长 不过我很希望各位 一定要看书 因为很多佛教的书 佛教徒的生活 应该如何安排 佛教徒的身口意 应该怎么做 那佛会一开始 我们来做一个大功德 要来供养诸佛菩萨 他们又准备了十供养 那是我们供养的心态 最高的心态 这是我们佛教要求 来发菩提心 供养诸佛 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 那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呢 因为众生很苦 所以菩提心 以平等大悲心做基本 我们要为地狱到供养 为恶鬼到供养 为所有动物到供养 因为他们不会供养 我们来替他供养 所以要有这个大悲心 然后为他们来供养诸佛 然后希望来当愿众生 同乘佛道 那因为这些众生 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很喜欢念 父母众生 父母等于众生 众生等于父母 我们发菩提心 是以这个大悲心 孝顺的大悲心 然后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成佛 而替他们供养 而不是你在供养 这个叫无我的空性 念一下 众生就是我 众生念佛 佛念什么 佛念众生 所以各位 每一个佛想的是我们 一切轮回的众生 所以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要想的所有的众生 都是我心中的众生 所以整个地球 整个法界 整个地狱道 都是我心中的最爱 没有执着 你如果心中只放一个人 两个人 那叫执着 那各位要经常念习 把这个执着改变 另外一种方法 你很爱你儿子 那可以 那你要把所有众生 当作你的儿子平等 那也可以 佛陀说这样也可以 你很孝顺你父母 那你把所有众生 都是你心中的父母众生 那这样也可以 这样你就超越执着 那你就不会痛苦 那不会痛苦 你才有圆满的力量 来圆满菩提心 所以各位来 有本子的人 打开第四页 或是两个人看一本 都可以啦 两个人看一本 如果可以就两个人看一本 大家都看到 然后呢 大家都念出来 这个嘴巴 如果经常来 听一下 称赞如来 身体拜佛 嘴巴称赞佛 念佛诵经慈重 然后呢 来广修供养 做大供养 所以让诸佛菩萨欢喜 让众生离苦 我们自己也累积很大的福报 所以我还是要背一次 各位都听过我讲几百亿次了 一个人拿一千亿美金 在这个世界造桥铺路盖医院 福报很大 但是这些福报 不如一个人拿一杯水 一次香供养佛陀的功德 为什么 无上福田 每一个佛无上福田 所以世间的 不失不如佛前的 一点点供养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福报 而且你供养的时候 用菩提心供养 我今天供养 希望 念一下 一定要成佛 上品极乐世界 成就佛道 你要发这个愿 而且这个愿还不够 当愿众生 同发菩提 同成佛道 那又是悲心 自己要成佛 也让众生 然后用这种大心 来做供养 然后请翻到第四页 香 那么代表戒律 代表鼻子清净 代表多闻妙法 等等 所以有一个国家叫 就叫香的世界 佛陀说 只要你用香 以及最好的香 去供养这个佛 将来你就可以投到这个 清净香的佛的世界 而且透过这个香 最好的香 让他们众生 念一下 闻及解脱 替他们供养 又让他们闻到味道 所以光供养一个香 就可以开发众生的佛性 我们供养诸佛菩萨 最后的目的 是要能够像佛一样的 服务众生 就叫供养 因为我们对佛有信心 对佛有信心 就是希望将来 要不要成佛 要 我就是为了要成佛 所以我才要学佛 供养佛 各位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我将来可以成就 阿弥陀佛的果位 因为阿弥陀佛有佛性 我也有佛性 透过念佛 往生净土 将来我就可以圆满我的佛性 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要有这种 承担佛的责任 而且等一下大家念 念大声一点好不好 我们一样要敲法器 敲墓鱼 念一下 断除称慧 海鲜水产 鱼虾螃蟹 当下升天 敲墓鱼很重要 所以各位在家里可以买一个墓鱼 他吃鱼你敲墓鱼 帮助的 然后呢 敲饮庆 断烦恼 断烦恼 发菩提 发菩提 再来敲骨 断贪心 断贪心 发大乘菩提心 发大乘菩提心 四肢脚动物 四肢脚动物 当下超度 当下超度 这个骨嘛 是牛的皮吧 所以四肢脚的动物 那么超度 所以各位你以前吃肉吃很多啊 现在你想忏悔啊 哎呀 人家赶快问法师啊 法师你们庙也不要买大骨啊 大骨小骨都我来买啊 哭哭哭哭哭 然后呢超度 而且我们可以断自私的贪心 发起大大的菩提心 还要再来敲云水板 寺庙那个扁扁的云水板 会怎么样 再被一次来 鸟群升天 鸟群升天 饿鬼离苦 饿鬼离苦 所以在缅甸要用栽一鸟 啪啪啪啪啪啪啪 所有狗就哼 鬼来了 然后出家人一定会 拿一点点饭菜放外面 对不对 让他们吃 所以这个法器很慈悲的 所有的法器 除了让诸佛欢喜的音乐 但是更重要 超度六道众生 那各位的声音也是法器 所以你在念的时候 那各位 慢慢你的声音就慢慢变成佛的声音 所以要多念佛 读诵经 特别我们护国寺 太好了 你喊到天亮也没人会告你 你好好喊吧 所以那你到市区 要小声一点 憋死了 所以各位 我以前刚出家 说是不准我们拿麦克风的 我们念经 做什么都是用声音 我师父站很远 他说 他有听到才行 而且希望 你要喊到连地狱都听得见 有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声音 不可思议地狱都听得见 这是训练 所以希望大家 把大声念一念 好不好 念完以后 你都嘴巴骂人 讲是非的恶业就消除了 不然你怎么消除呢 消除不了 以后你要骂人就不想骂 因为那个 我不想骂这个 嘴巴干净的人 不想有脏的东西进来 因为你已经习惯在念佛 诵经持组 所以大家很认真的供养 然后嗡阿嗡的时候 再讲一次来 清净 无量 转化 就是供养了变清净 而且一支箱变成百千万亿箱 而且转化成共箱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当愿众生 好 所以各位很重要 你看到你儿子 供养诸佛 你不要说儿子是我的 那你又痛苦了 我儿子长这么美 供养诸佛 我老公这么帅 供养三宝 好不好 你供养他才不去的 你供养他就要去 那你不供养 不供养更痛苦 意思是说 所有美的 听到别人唱歌很好听 我马上供养诸佛 他的声音拿来念佛更好听 所以眼睛看到了 耳朵听到了 闻到的很香的味道 嗡阿嗡供养 像各位你在煮菜的时候 味道香不香 嗡阿嗡 马上做烟供 那个味道可以供养三宝 那个好吃的味道可以布施给众生 马上上供下施了 那我想我们修菩萨道 这个菩提心 就不离开永远的上供下施 就像我们今天 各位有没有来参加做武功 整个佛教的修行 就在我们十一点到十二点多 供养诸佛 回向消灾 超度拔度 这个是佛教的修行 我们出家人就在忙这个而已 还在忙什么 永远都在上供下施 把自己融入在上供的菩提心 下施的悲心 就忘了自己叫空性 虽过你在家里要经常这么做 但是你要经常到寺庙 一直念念念念到会了 会了以后 教你儿子 教你媳妇 在家里要办法会 全家都会供养 所以都是这样 台湾有很多家庭 居室都在敲法器的 全家都在供养 像我小时候 我儿子小时候了 我那时候开始学佛了 我儿子负责敲木鱼的 我是打饮庆的 所以这样以后 我才有出家的可能 只是我儿子先让我出家 爸爸你先去出家 我等祖母老了 我才去出家 那是因为从小就会敲 我也很喜欢 因为我喜欢唱歌 后来等我懂了佛法 世间的歌我不唱 我永远唱 炉香战 宝顶战 那多好听 所以如果你觉得 世间的歌比佛法的歌好听 那代表你的心还在污染的状态 请问和尚帅还是你老公帅 观音菩萨美还是太太美 观音菩萨多庄严 又不会生气 所以你要觉得 三宝是最圆满的 但是所谓的圆满不是讨厌对方 我如何让我的老公 变成佛陀一样 我如何让我的太太变成观音菩萨一样 重点是 你的心把它当作观音菩萨 它就变观音菩萨 而不是去改变它 佛教的方法 就是像我们这样供养一样 像我们刚刚这么认真在供养 诸佛菩萨怪不高兴 很简单 今天晚上你就回去 老公坐好 我开始供养 你就幸福了 我实在太幸福了 我忘了我家里有一尊佛 因为你愿意去供养 那没用了 没用的男人 你好可怜 你活在地狱 佛教的方法 修行很简单 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 你要把众生当作佛一样的来尊重供养 这样懂不懂 要如此 而不是我看不起你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那你心理不公平 所以我想 你很愿意尊敬对方 对方就会变成被尊敬的像 你越批评对方 越讨厌对方 对方就变成魔鬼的像来召你 来念一次 一切唯心召 心清净 老公就清净 众生就清净 心清净 家庭就清净 你每天抱怨 那是你心里有问题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归法 归佛就叫归法 佛叫我们如此 你就要如此 像我正在坐在这边 我心里很快乐 因为各位现在脸都像佛 各位现在上供下侍 心里美不美 好庄严 你心中有香 你心中有代表慈悲的花 你心中有智慧的灯 你心中有柔软的土油 你心中有圆满的果 太庄严了 你心中有好吃的食物 所以修行人要内心丰富 这个是一种菩提心 因为你充满了功格 充满了资粮 千万不要内心像沙漠 沙漠还没关系 你的内心像地狱一样 天天抱怨 骂人 所以那心里就糟糕了 所以各位 透过上供下侍 让你的心活在佛菩萨的欢喜 或者对众生的慈悲 净土的快乐 好不好 所以庙觉山 富国寺 美不美 因为你心很美 你怎么看花草树木都美 因为我们来这个地方 不是来追求欲望 来吃肉 唱歌跳舞 来这边拜佛的 对不对 请问这个大殿美不美 比你家客厅美多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佛法 所以有佛法的地方最美了 最庄严了 所以我希望各位记住这个 这个供养永远在你心里面 所以再背一次 来 香花灯图果 看前面 看前面 香花灯图果 背起来 一直要背起来 眼睛一闭起来就看到它 来 茶食宝珠衣 茶食宝珠衣 翁阿红 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 以此功德 供养喜成长老 上品上身 所有六道轮回众生 离苦得乐 家中父母见属 消灾严寿 富贵自在 同享功德 同享功德 翁阿红 各位每天都要这样念 我这个人 如果一个人在房间 我就念得很大声 人家以为我神经病 因为我很喜欢 很真心的念 我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因为我私底下就是这样 我在念经的时候 我在打坐的时候 就像现在在说法一样 打坐就在告诉自己佛法 打坐的时候 入地藏菩萨恒沙定 为所有众生讲出地藏本愿经 讲出离苦得乐的方法 为打坐的时候 心里是丰富的 所以而不是一种单调 枯燥的 所以你要随时保持这种丰富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我是在主任心上 Covid-19平均冬播的车型 煮衣风沙和衣风车斗 平面充正轻油耗的方法 提醒 护头身体调缝的世界 去煮衣风沙 煮后会将流头献虫 了15分钟 香港设计前 注意风沙和配方煮沙 有急性肛民反应 就会流头献虫 了至少30分钟 足够后香港 筋发射超过48点钟 有专门的肛民反应 也会足够后28年内 我会将那通道等离开 调避困难 旧有种有通 皮肤充饮油脱 专门的压到 请各个基本生产品 香港公司 是足够Covid-19疫苗 足够后 还要整个社区 大家最爱吗 没有特别人凶化 口识做好防疫出时 可以凶化来 速度带给大家看见 同样伟大的母亲 在高高的山崖上 有一个鹰巢 老鹰妈妈就在那里 孵化着自己的宝宝 对于刚刚失去 丈夫的老鹰妈妈来说 尚未孵化的小鹰 就是她一生的希望 她一定要让孩子长大 好饿啊 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得出去找点食物 孩子们 妈妈去找点东西吃 马上就回来啊 在森林里 生活着一群乌鸦 它们是聪明的鸟类 并且有很强的群体意识 树林中一棵大树上 有一个巢穴 里面的小乌鸦 张着小嘴讨食吃 老婆 你太累了 休息一会吧 我自己去找食物就行了 没事的 我可以的 我想和你一起出去 帮你分担一点的 你就听我的 你留在这里陪陪孩子们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不用担心我的 嗯 那好吧 乌鸦爸爸听后 展翅飞走 他飞了没多远 便看到了前方有一大群乌鸦 正在空中盘旋 而一只老乌鸦站在树梢上 对它们进行指挥 嗨 老弟 你有去帮孩子们找食物吗 对啊 我们家的两个宝贝越长越大 吃的也越来越多 所以我必须要多跑几趟 找食物给它们吃的 那你老婆呢 怎么没看到他跟你一起出来呢 啊 他在家里陪着孩子呢 嗯 你这样做是对的 这些日子 有只老鹰 经常会袭击单独留在窝里的小乌鸦呢 啊 真的吗 是啊 已经有好几窝小乌鸦被攻击了 所以老首领建立了一只赶死队 赶死队 可能这阵子你都忙着照顾孩子 看来好多事情不知道 老首领最近正在对族里的勇士们进行训练呢 我相信我们的勇士一定会赶走老鹰的 但愿如此 那样的话 我们才能安心的在这里生活 就在乌鸦爸爸外出寻找食物的时候 老鹰妈妈飞到了森林的上空 很快的他便发现了巢穴里的乌鸦妈妈和那几只小乌鸦 太棒了 今天这么快就找到食物了 巢穴里的乌鸦妈妈听到声响后愣了一下 他急忙抬头寻声望去 只见一只老鹰正朝自己这里俯冲下来 啊 不好 哎呀 这只乌鸦疯了吗 他竟然朝我冲过来了 哼 别想伤害我的孩子 老鹰来了 勇士们 准备战斗 好痛 好痛啊 你这只傻子啊 竟然自寻此物 很好 我的孩子们安全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传来了一阵吵杂的乌鸦叫声 只见一大群乌鸦竟然在老鹰上方 飞快地朝下压过来 啊 这些乌鸦想要干什么 勇士们 不能让他给跑了 放心吧 他绝不能再伤害我们的伙伴了 可恶的老鹰 快把他给放下来 哼 就凭你们这群乌鸦 也想拦住我 别做梦了 哎呀 不自量力的乌鸦 看我不把你们撕碎才怪 大家快散开 可恶的家伙 别跑 啊 跑了 不管了 先处理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大家小心 千万不要被他的爪子伤到 哎呀 好痛啊 第二小队 准备攻击 老乌鸦话音刚落 另一群乌鸦嘴里叼着石头飞了起来 他们飞到了老鹰上方 哎呀 好痛啊 这些惹人厌的家伙 糟了 看来这些乌鸦今天是想置我于死地 算了 今天就先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了 鹰妈妈说完 便快速拉升 直入云霄 叼着石头的乌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飞走 乌鸦潮穴里 身上受伤的乌鸦妈妈正用嘴巴梳理着小乌鸦身上的羽毛 老婆 你没事吧 你怎么能自己一个人去攻击老鹰呢 要不是族里的赶死队及时赶到 你今天就没命了 只要能保护好我们的孩子 即使失去性命又有什么关系 啊 你呀 真是一个又傻又伟大的妈妈呀 同样伟大的 还有这只老鹰妈妈 不是失败的她 只能饿着肚子飞回鹰巢里 继续孵化着自己的宝宝 肚子好饿 这样下去可不行 得干净找点食物 天临时变得这么黑 哎呀 不好 看来暴风雨要来了 不行 我得留下来照顾我的孩子 老鹰妈妈急忙退回到了鹰巢里 用身体护着自己的孩子 天空中的乌云越来越浓 接着一声炸雷响起 天空中下起了大雨 其中还夹杂着冰雹 冰雹 怎么下起了冰雹呢 我绝不能让冰雹伤了我的孩子 从天而降的冰雹 可比乌鸦嘴里的石头厉害多了 被砸中一颗就是一处伤害 虽然下冰雹的时间不算长 但本来就十分虚弱的老鹰妈妈还是受了很重的伤 乌云渐渐渐散去 太阳升了出来 此时 鹰巢里面的老鹰妈妈双翅瘫软 她挣扎了几下却没能站起来 这时候 老鹰妈妈突然觉察到了什么 她用尽全力一下子站了起来 然后低头看着窝里的那两枚蛋 蛋开始出现裂纹 然后小鹰折破蛋壳 她猪脑袋 孩子 我的孩子终于出生了 我的孩子需要食物 我得赶快去找东西给他们吃 哎呀 好痛啊 身体好痛啊 我还飞得起来吗 孩子没有吃饭 我得撑着点才行 老鹰妈妈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 外出寻找食物 疼痛的身躯 让她只能捕抓到很少的猎物 为了要让孩子们吃饱 她只能自己忍机挨饿 随着小鹰一天天的长大 老鹰妈妈决定 训练他们自理的能力了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得尽快让他们学会飞翔 捕猎 独自生活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了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饿啊 妈妈我饿扁了呀 妈妈我也是先给我吃吧 妈妈今天怎么了 以前她都是先给我们吃的呀 是啊 妈妈今天好怪哦 你俩都饿了 想吃东西吗 嗯 想吃东西那就得要先学会飞 你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从今天开始就要自己学会飞翔捕食 啊 妈妈 我们还小 哪里能飞得起来 对啊 妈妈 等我们再长大一点吧 孩子 我也想等你们再大点 可我怕我的身体等不及了 你们俩到朝边来看看脚下的深渊 哦 好高啊 此时 老鹰妈妈用脑袋一下子将小鹰从鹰朝边顶下去 啊 妈妈救命啊 老鹰妈妈没有理她 紧接着又将另一只小鹰从鹰朝边推了下去 妈妈 我好怕 老鹰妈妈此时也一纵身跳了下去 她也拼命地朝下面坠落 两只小鹰此时在半空中拼命地拍打着翅膀 虽然坠落的速度降缓了 但仍在坠落 妈妈 我们飞不起来 快救救我们 控制住身体 你们一定能行的 两只小鹰拼命地拍打着翅膀 终于 它们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 在天地间翱翔了起来 我能飞了 妈妈 我会飞了耶 我的孩子 加油 妈妈真的赔不了你们多久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两只小鹰已经能够独自捕捉一些小动物了 而老鹰妈妈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糕 最后 它贪软地趴在鹰巢里 我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再见了 我的孩子 妈妈 你很不舒服吗 妈妈 你没事吧 孩子们 以后的生活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妈妈要走了 妈妈 你要去哪儿呀 是啊 妈妈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你们的爸爸了 妈妈 老鹰妈妈在身受重伤后 还能坚持活着的唯一动力 就是母爱 是母爱支撑着她活了那么久的 生命电视台 呼吁保护一切生命 周渡一切生命 是众生里苦的难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